天才与废物仅仅两个字的区别 但这其中却包含着太多的故事 从天才到废才的杨刚少年 如何能忍受别人的冷嘲热讽 更何况还是三年 但少年却鼓不屈 咬牙人辱 绝境生花 这是豆魄里南煮硝烟的形象 曾几何时 该小说已经推出 便受到了网友们的热烈追捧 超然的片花 和大IP改编的超高人气 近日网友们巧手 已判的同名电视剧的上映 更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情讨论 有原著改版的电视剧 终究有些不一样 剧情的设计就和原著有着略微的差别 挑剔的原著党似乎对此也不太满意 在剧情的选择上 开篇就用了简短的篇幅 为观众描绘了一个 宏大的世界斗气大陆 正义总是与邪恶相生相存的 五大家族与黑邪恶的黑暗势力混淀 双方互相争斗 这时我们的男主就闪亮登场了 男主正是五大家族中的肖家家主之子 也是名副其实的斗气天才 九岁就得到了少年斗气冠军的头衔 在智德意满的时候 母亲却被逼至死 自己的父亲也自费斗气 更为悲剧的是 自己修炼的斗气 静越修越退步 从一个学霸变成了学渣 这还不是最惨的 还在要成年的时候 被自己的未婚妻给嫌弃了 被要求退婚 想必这也没谁 从这点来看 跟原著就有了不一样的区别 这也是原著党所诟病的 但也无伤大雅 电视剧本身设计的情节 就更为的紧凑更然 但在演员的配置上 不得不说的就是我们的三十弟弟 吴磊了 颜值还就是这么任性 帅气的外表 让广大的女粉丝都沦陷了 气质上和萧妍这本男主的人物设定 还是很契合的 而作为男一号 怎么可能会没有自己的后宫天团呢 原著里的萧妍的妻子 可都是一个各的国色天香 貌美如花朗 实力也都非常的强劲 因此除了男主的选择之外 众多网友也将目光投向了女主和女配 可以说这是这部剧的另一个看点 但这个看点活生生 那在剧里又成了一个槽点 众多援助党心中的完美女主萧勋儿 由林俊担当 一出场就让网友们大跌眼镜 引得网友们疯狂吐槽 除此之外还有李锦饰演的小依仙 这又是一个女神级别的大佬啊 但李锦的这份年龄 确实和这个形象有点不搭 泡面般的造型也不济如人意 但和硝烟的互动还是填到了观众 三十弟弟的女人缘 在这里面可真是好道报表 令人羡慕 还不止这两个 还有尔情苏青试演的云云 也和她有感情纠纷 不过咋感觉老是会跳戏呢 接下来就是后宫天团里的性感女神美肚杀了 尽管不是女主的第一人选 但在网友心中还是占了挺大比重的 呼声也很高 由三十二岁的辛之磊饰演这一角色 着实让三十弟弟体验上了把姐弟恋 不知道演夫妻会不会感到特别奇怪呢 这后宫天团还是强大的 不知道三十弟弟销售的了不 跑开这些草点不说 这部剧还是很有看透的 满足了众多圆柱粉的胃口 也才上令不久